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一本书叫做 游泳不是靠泳库 这个非常幽默的外婆 然后非常有智慧的外婆 到底她呢是在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位作者呢他是一位日本人 他的名字呢叫做岛田杨七 绘画的朋友是秦豪史郎 翻译的朋友是黄瑞 OK好我们来看这本书咯 游泳不是靠泳库 啊游泳不是靠泳库 是要靠什么呢 我们来往下看 这个呢就是在几十年前的时候呢 啊 我小学二十年级的时候呢 就离开妈妈 就来到了左鹤 OK跟外婆一起生活 这个就是左鹤的外婆 外婆家的房子呢 就是像古老传说的那样的破旧 外婆虽然很贫穷 却非常的开朗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外婆家门前有一条河 她呢在河里面呢 就立起了两根木棒 之间呢就绑起了一条绳子 这样呢就能够拦下从上游飘下来的树枝 还有蔬菜 外婆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干什么呀 然后呢她的外婆呢就开始了就 当然是吃啊 啊 这样能吃吗 外婆告诉我 开刹的 这个萝卜切成筷煮出来 和好萝卜是一样的 扭曲的黄瓜切丝 用盐腌一腌 味道也是一样的 外婆出门的时候 就一定会在腰上呢 系上了一根长绳子 绳子的另外一端呢 就绑着磁铁 好 像这样子拖着绳子呢 一路走过去磁铁上呢 就会吸满了钉子和铁线 然后呢就存满了这个一个篮子 外婆就会拿去把它卖掉 这这这这这也太沉了吧 哎呀好像是吸住了什么巨大的东西呀 哈哈哈哈 啊你老人家的这个磁铁啊 把车身给吸住了 哈哈哈哈 这个司机就骂外婆了啊 哎不过外婆呢 她还是笑笑的 然后你看敬个礼就没事了 外婆就告诉我 可以捡来的东西 啊只有可以捡来的东西 没有应该扔掉的东西 所以外婆的智慧就是 都是把捡来的东西 然后好好的使用 OK 这个能补钙吃了吧 外婆呢就把 让我呢把鱼骨头给吃了 更粗的骨头也让我吃下去 因为可以补钙 还有啊就算是这样呢 还有一些什么硬骨头 它都得 都得啃下去 那那些很硬很硬的骨头 可以怎么做呢 外婆就把它们放进大碗里面 倒上开水煮成汤 喝完汤以后呢 再把剩下的骨头弄碎 当作是鸡的饲料 所以外婆真的是很省啊 而且很有智慧 OK 外婆 这个好玩哦 朋友送我的 嗯 非常有趣啊 哈哈 这个有人送了这个 送了她 左鹤的这个西瓜 OK 可是不见了 不见了 外婆看到我的西瓜面具了吗 早上起床后 就不见了 然后呢 哦 哪里知道呢 这个吝啬的人是很糟糕的 节约的人是很天才的 这是外婆说的话 所以呢 她就把她的西瓜面具 做成了腌西瓜 天哪 腌西瓜皮啊 不是西瓜 腌西瓜皮 看起来很好吃吧 吃吧 吃吧 嘿 虽然呢 我们自己都吃不饱饭 但是每当我的朋友来玩的时候 外婆总是说 吃一碗饭再走吧 然后悄悄的冲我呢 就眨眨眼睛 意思是说 今天你只能吃一碗饭 不仅是我的朋友 不管谁来 他都会说请进吧 然后就高兴的邀请别人 上家里坐一坐 OK 那这个外婆对谁都是笑咪咪的 从来没有说过别人的坏话 别人说她的坏话呢 她也不去理会 有的人呢 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做 为什么会被人说不好呢 而那些你喜欢的人 也有可能别人会讨厌呢 哎 有认为你很好的人 也有很多讨厌你的人 世道就是这样 这些呢都是外婆说的话 外婆还告诉我 外婆还告诉我 不要讨厌别人 如果有人说你不好 就当做是跟他合不来吧 那外婆说的话多么有智慧啊 我把成绩单递给外婆 小声的说 都是一分两分 对不起 外婆却说 没关系没关系 加起来就有五分了 啊 把成绩单的分数 加起来也可以吗 看着一脸吃惊的我 外婆坚定的说 人生嘛 就是总合力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有的人靠脑力工作 有的人靠体力活 这个社会靠的就是大家的总合力呀 所以呢 到底是哪一种方式更好呢 也说不上 这个就是外婆说的 人生就是总合力 啊 厉害的外婆 我买多了 就会坏掉 拜托你们吃吧 啊 我估计没好 我没估好数量买多了 哈哈哈哈 我们常常说到邻居送来的水果和点心 外婆虽然不会特地跟他们敢说道谢 可是呢 就是有时候呢 在扫地的时候 就会跟邻居的这个地呢 就一并扫了 撒上水了 新年呢 也会给他们做年糕 他也会做一些他能力所及的事情 默默的表达谢意 OK 那么在小学运动会的时候呢 你说 嗯 还有很多人呢 就送便当给他们吃 我肚子疼 你帮我把这个吃了吧 下一年的运动会 我肚子疼 你再帮我把便当吃了吧 又一年的运动会 老师肚子疼 我们那就交换便当吃吧 老师是故意怎么做的 如果他们说他们是准为你准备的便当 那你和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外婆呢 就告诉我说 让人察觉不到的体贴 才是真正的体贴 真正的关心 你看你看啊 我想学剑道 好啊 那我就去报名了 到时候学校会告诉我们 这个要买什么样的户具和面罩 啊 要花钱啊 那就不学了 剑道相比啊 柔道没有那么花钱 可外婆也没有答应哦 啊 我有一个好主意啊 什么 从明天开始去跑步吧 你不需要买装备 跑步也不收过路费 多好啊 免费免费哈 只要是免费的东西 外婆就答应了啊 不要那样拼命的跑 啊 为什么 跑步不是要跑快快的吗 因为你这么跑这么快 肚子容易饿 而且你光着跑 光着脚来跑就好了 要不然那鞋子就很容易坏掉 啊 外婆 外婆告诉我的话 哈 重点来了 游泳不是靠勇气 靠的是实力 嗯 游泳不是靠勇气 靠实力哦 哦 OK这个就是外婆说的话 每天早上啊 院子里都会来了一个脏兮兮的男人 你是小偷吗 是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外婆接着说 你方便的话傍晚再来吧 然后还拿出大大的饭团给他吃 小偷大口大口的吃到 吃起来了 然后外婆充满同情的说 你到我这样的人家来 连能偷的东西都没有 既然有力气撬开别人家的窗户 踢开门那就去工作呀 有了工作 哎呀 这个米啊 卫生啊 还有这个酱油啊 朋友啊 还有信任 都会跟着 都会跟着来 家里的鸡好像是被小偷偷了一只啊 哎呀呀 怎么会有这么过分的人呢 哈哈哈哈 你看看啊 他把最老的那只鸡偷走了 还真是笨蛋呢 OK 外婆告诉我 一万个人生下来 总有几个是出问题的 外婆常常跟我说 见到人要微笑好好打招呼 哇 穷人能做的就是露出笑容 你热情的跟人家打招呼 人家也会用笑容回应你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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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一个馒头吧 吃个馒头吧 呀 对的 外婆告诉我的话 我们家穷也要穷得开朗 一定要有自信 反正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穷人呢 外婆说过这样的话 活着就要有梦想 没实现也没关系 毕竟只是梦想啊 只是失败了也不要变得胆小 更不要放弃 只是要朝着好的方向努力 不管结果是怎样都不是失败 哦 我一想到失败了也没关系 就好像突然间多了很多的勇气 聪明人 笨人 有钱人 穷人 五十年后大家都一样是五十岁 外婆教了我很多道理 如果大家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或者身旁的人 一些老人给你讲一些过去的事情 你一定要认真地听 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电视上和网络上听不到的 有用的话 有趣的话 你看这个左鹤的外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呢 那你的外婆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样的话呢 你的奶奶 你的爷爷 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样的话呢 你给他记录下来 你要把他画下来也可以哦 要把他录下来也是可以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有点长 明天是星期天 暂时休息一天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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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